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胜过一时感觉 人生向前跨越 有位出生于俄罗斯的女子体操运动员 名字叫做柳金 她来自一个体操士甲 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体操运动员 母亲呢 则是著名艺术体操运动员 作为名门之后 柳金在进入体操领域那一刻起 就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四岁开始 柳金便进行体操训练 15岁 她就在世界的锦标赛上 得到了两项冠军 18岁那一年 她更在奥运比赛上 取得一金三银一桶的夹击 成为年度最佳女运动员 有着体操公主的美誉 提到小时候练体操的甘苦 柳金说小小年纪的她 经常流着眼泪回家 告诉妈妈她想放弃体操 明天她不想继续练习了 但母亲总是很温柔地告诉她 一段令她印象很深刻的话 母亲说 你随时都可以放弃 但不是现在 等你感觉好一点的那一天再说 所以柳金隔天 人继续去体育馆 决定等感觉好一点的时候 再告诉妈妈想要退出的事 再过几天 母亲便问柳金 感觉你这几天蛮好的 我们要不要谈退出的事呢 柳金当然没有想要退出 因为那只是她一时的感觉而已 母亲便对她说 无论未来你是继续从事体操 或者商务其他行业 都要记住 不要因为一时的感觉而放弃一些事 特别是在感到辛苦 特别累的时候 因为那常常只是一种惯性的逃避 亲爱的朋友 你随时都可以放弃 但不是现在 这真是一句智慧的话语 故事中柳金的母亲说 不要因为一时的感觉放弃一些事 那会使我们失去成功的机会 圣经有一个人物叫做尼西米 以前本来都是没事的 平安的 但是当他预备开始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时 就出现了许多的阻力 身边的人不断地耻笑他 就是要使他心灰意冷 让他放弃 让他觉得无论如何 而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但是尼西米没有被一时的感觉所蒙蔽 反而他心里依靠上帝的坚固 起来拒绝这些话语 因此他也经历到上帝私人的手帮助他 让他超乎预期 只用了52天就重建了耶路撒冷城墙 亲爱的朋友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帮助 能使我们胜过一切的情绪感觉 使我们因为依靠上帝 心里得着力量 得着坚固 便能够不放弃地坚持下去 有人说 人生就像一场摔角比赛 不管你被摔得多惨 只要你站起来 就能继续比赛 你就还没有失败 而且还有得胜的可能 今天 或许你的环境有许多艰难 你也感到自己很疲惫 觉得自己不能了 但上帝要来鼓励你 只要你起来 你就还没有失败 没有人判定你输了 上帝私人的手币要帮助你 搬转你的人生 带领你向前跨越 胜过一切的挑战 一句话说得合宜 就如金苹果 在银网子里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士林林良康祝福您平安喜乐